好,謝謝主席,請邀請部長 邀請部長 江委員早 好,部長早 二十大也結束了,美國期中選舉也結束了,然後G20也結束了 大概在這一個月裡面,這幾個大的事情都結束了 APA也結束了 對,APA也結束了,所以那個張忠謀領袖代表回來了 我想請教一下,美國期中選舉當然這一次的結果,有一些小的變化 畢竟還是有 國會來講,共和黨多數應該是已經成定案了 那McCursey變成議長,機會也非常之大,幾乎是確定了 那他在之前也曾經講過,如果他是議長,他就會來訪問台灣 那最近,你怎麼樣看,他會不會在就任以前,用準議長的身份來談 還是說就任議長以後才會來訪? 這個部分跟委員報告一下,我們有去做一個研究 就是說他現在還沒有就任議長 那他在就任議長之前可能需要經過他們內部的選舉程序 所以他在美國的國內是會非常的忙碌,所以應該是沒有時間 所以比較有可能的機會是在就任後? 這個部分也要看他在就任之後,他的時間是不是許可 那這個部分都還沒有跟他們做討論 我們會主動邀請嗎? 這個部分他已經對外做說明了,那我們也要等他們就是進入 他就任之後,在他的職位上面 裴若西上次來是我們邀請的嗎? 這個是有很多次的這個機會我們表達 我們希望能夠歡迎他到台灣來訪問 那所以這個McCasey的部分目前我們還沒有做出這樣子的? 還沒有跟他有正式的介紹 有去跟他聯絡的嗎? 還沒有 還沒有 因為他現在還不是議長 好,那這個部分當然你的意思是說 當他擔任議長以後我們會做出邀請 也不是這樣子,就是等他擔任議長之後我們會去了解相關的這個狀況 所以還不確定? 還不確定 好,那另外就是說McCasey他長期以來 大家都知道他走的路線是比較抗中 而且他在之前也提過要主張要提早或者加速對台的軍售 這都他公開講過的 他甚至也舉烏克蘭的這個事情 他認為如果早一點給台灣武器的話 對我們來講是比較有保障,台灣會比較安全 那你認為他擔任議長以後 眾議院在他的帶領之下 除了像軍售這些,包括像TPA 台灣PalaceA,雖然這一屆,上一屆的國會沒有過 新的一屆的國會會不會重來? 你的判斷? 這個部分我們還沒有看到跡象 不過現在我們的了解,在參議院裡面的這個公司就是說 有關於台灣Policy Act裡面涉及到台灣,很重要的涉及到台灣安全的這個項目 他們都放在那個NDA 對,NDA裡面是軍售的部分 是 是軍售的部分 是 那軍售NDA那個65億這是確定的嗎? 這個還沒有確定,因為美國到底會有多少錢能過來做那個原外 他還不是很確定 可是,法案是通過的嘛 對,但是他們的那個撥款的額度 到目前還沒有確定 還沒有確定,不曉得還有沒有錢 那既然他過了,畢竟跟我們國防部有關 外交部國防部有沒有跟美方在談這個65億軍事援助的部分? 目前還沒有在談確切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了解到的就是說美國有關於那個撥款的這個額度 他們還沒有辦法確定 一個是撥款額度,另外一個是內容 就是說這65億用來買武器的那種是買他們想要 他們認為我們該買的 然後他用這個軍員來給我們 還是說我們想買的跟他去談,然後共用這65億 這一個部分,因為這已經涉及到國防部的資權了 我在這邊不適合講 但是我要給委員報告的 有關於這個部分的確是有跟美方在進行討論當中 因為這部分我覺得我們還是要特別注意一下 同樣的軍員方是有給以色列 以色列甚至更多啦 而且更早 但是他最後 最後他分歧到最後有一個requirement是怎麼樣 是要減少你自己的自主的部分 自己製造武器的採購 到目前為止 這個我覺得就是涉及到我們跟國防自主的平衡的問題 我知道我們自己的國防自主當然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沒有討論到哪一看 為什麼有關於這個,就是說內容是什麼會是關鍵 所以這個請外交部跟國防部你們可能跟美方 在這一部分應該要就我們的利益來談 我們不應該照單全收啦 對我們有利益來談 這個絕對不會 好不好 那另外呢 這個 再請教一下部長 拜登跟習近平剛會面完 那有跟我們簡報了嗎?美方有跟我們簡報了嗎? 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跟美方之間的溝通是非常的頻密、非常的良好 而且勢在非常高度 就拜習會這件事情 這個部分我們已經了解到相關的狀況了 有跟我們簡報嗎? 台美 因為他們有說他們要跟我們簡報 這是他們公開講的 對,跟美方之間的默契 就是說不管有沒有簡報 我們都會對外面來講 還是說還沒有簡報以前 會面以前有沒有跟我們講 不是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能夠跟委員講的 能夠對外面講的就是我們雙方之間是 就是保存非常密切的溝通 所以像有關於這些相關的會面 的確我們也都保存 因為這個我們的確要掌握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希望讓人家感覺 或者我們自己覺得說 我們好像處在一種美中共管的狀態底下 不會,絕對不會 因為一下子台海很緊張 一下子又冷卻下來又緩和 然後接下來會怎麼樣我們也不清楚 甚至他們談了什麼我們也沒有掌握 那談完我們看新聞才知道 我覺得這個對我們來講是很大的一個風險 我們不知道我們所處的環境 然後到底這一邊跟我們 我們跟他很好很密切的朋友 另外一邊我們認為跟他跟我們對抗 可是他們之間又在談 然後又談出來的結果 又跟之前那一段又不一樣 從一個高度對抗 然後到緩和 然後又各取所需 然後又畫紅線 這一切一切會讓台灣我們覺得說 我們處在一種好像被他們共管 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的確是 對不對 我們大家都非常的關心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的自主性 部長我一直強調我們的自主性在哪裡 這沒問題 這絕對沒問題 我們的底線是什麼 他們畫底線我們有沒有底線 我們台灣的這個立場 在跟歷次跟美方的這個溝通過程當中 都讓美方非常的清楚的了解 我們有沒有跟美方溝通說我們的底線是什麼 我想那個 有關於我們台灣跟美方的這個高層的這個溝通 不管是在什麼的情況之下 透過什麼的管道 談了什麼內容 我必須要再講一下 這個是不適合對外人做的 我當然知道 有些是不適合對外人 但是跟委員 跟委員保證 就是說我們國家的這個立場 會很清楚的向美方的來表達 我們千萬不能淪為人家的旗幟跟籌碼 這個絕對不會 而不知道 而不清楚 被埋葬都不知道這不行 那另外為什麼我提到自主性 自主性就是美中台三邊關係 他們有他們的關係 我們其實跟另外兩方也應該發展我們自己的關係 是 這幾天大家在看說 張中某跟習近平的互動 對不對 部長 以往 APLE的領袖代表 代表我們的總統出去的時候 外交部也好 這個代表團 一定會幫他做好QA 所有遇到的場合 遇到誰 要講什麼 要見什麼 這絕對有一套QA的版本在那裡 讓這個代表來參加 張中某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他是第六次了 我以前也曾經跟他簡報過 就是你遇到誰 總主席跟總主席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代表的是國家 一個代表的是黨 然後你稱他習先生也意義不同 所以他 去參加APEC應該是以政府領袖的這個角色過去的 以政府的領袖 所以我們的立場是習主席 應該成功他習主席 是不是 我要問一下 我要確認一下政府的立場到底是什麼 第二個 他有提到說 他在會場上跟他互動愉快 這不錯 再來他說祝賀他們的二十大成功 祝賀他們二十大成功 意思就是說很成功 請問一下 這個有沒有在你們的談餐裡面 等於幫他準備的談餐 還是純粹他個人的發言 在這邊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有關於這些正式的會談 或者是相關的那個場邊會談 那我們外交部門都會提供這些 一定會啊 這個談餐 那我剛剛講說 如果說沒有的話 這個部分就是自然的 那有沒有嘛 部長我就問說 祝賀二十大成功這件事情 有沒有在談餐裡面 還是純粹他個人的談話 這個部分我沒有辦法跟委員來做說明 這沒有什麼不能幫忙 因為這涉及到政府的立場 為什麼我這樣問 因為我自己也關心二十大 會關心拜祈會 所以我一直想要知道政府的立場 我查了所有政府的立場 從頭到尾二十大招發前到二十大招發後 沒有講任何一句公賀二十大成功的 沒有啦 這是第一次講 所以他又代表蔡英文總統 他是領袖代表 APE是一個國際峰會 不管他在場內講的場外講的 起碼張中某先生對外出來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 他是這樣講的 那就代表說 我認為他不會說謊 我非常尊重他 我也認為他不會說謊 他應該有這樣跟習近平講 所以這是不是政府的立場 因為翻遍了從外交部入委會到總統府 對二十大的發言 沒有一句公賀 沒有完全沒有 所以這跟政府立場在張中某講話以前是不一樣的 部長我現在要問了 政府要不要公賀 那不是我關心的重點 我關心是立場一不一致 立場一不一致 這才是重點 今天如果立場一致的話 就代表說張中某是代表蔡英文在講這句話 今天如果立場不一致的話 他就代表這完全是張中某個人的講話 這個解讀是不一樣 這個解讀會影響到兩岸關係的發展是什麼 也就是回到我剛剛講的 我們的外交自主空間 為什麼澳洲總理跟習近平會談完之後 突然講了一句CPTPP 又有國家身份 我不認為澳洲總理會不注意到這種地步 所以大家不用去天真的認為說外交空間跟兩岸關係沒有關係 一定有關係 所以我們未來的兩岸的路線 跟你現在在這個外交場合上面所展現出來的 到底要透露的跟要主張的是什麼 我覺得應該要有個清楚的交代 部長 你認為張中某講的是不是蔡英文總統的立場 這個部分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不適合由我來講 那張董事長他是代表總統出去的 如果說即使要闡述的話 因為過去如果領袖代表回來之後都外交部會有召開一場記者會 那這一次到現在沒有 我不曉得為什麼 因為我來立法院 所以 他昨天下飛機也沒有接受採訪 這個是你們安不安排 那你說你來立法院那下午會不會召開 10點10分會開去才會 10點10分要開是不是 10點40 10點40等下要開是不是 是 所以像這些問題我認為都是外界的疑慮 外界的問題應該清楚的告訴大家 是 因為你說你不適合回答 他的確是代表總統 因為這是他是特使 他是特使 所以他講的一言 他的一言一行 他講的每一句話 不管是私下互動公開互動 他都代表總統 所以外交部這一點 為什麼我問說你們給他準備的談餐有沒有這一段 這是重點 如果有就是政府的立場 如果沒有他個人 那他要怎麼解釋 還有接下來總統怎麼回應這件事情 不要小看 這絕對影響兩岸關係 這也關乎未來你的外交路線跟兩岸路線是什麼 所以我認為外交部必須清楚的回答這些問題 看待那個早點沒 等一下讓他親自回答就對了 我記得 因為涉及到總統的部分不適合由我這邊來做說明 好 那個不然 不管怎麼樣 我還是覺得 台灣自己本身在兩牆底下我們的外交自主空間 我們還是要有所掌握 我們的底線也應該清楚的跟國文講清楚 是 我們都非常的注意 謝謝獎委員 感謝